不论你修行哪个法门,这四个心都至关重要。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人的心很多。 过去的人把人心定不下来,叫做五心不定,就是说你的心到处乱跑。 而修行人把发心作为一句口头禅。 我们一出家,师父就说,你要好好发心。 还有在座的居士们,到了庙里不管做什么事,师父都要你好好发心。 那么,发心到底怎么发呢? 你的心是从哪儿发出来的? 像挖豆芽那么简单吗? 事实上,发心需要培养。 我想从四个方面来讲,第一,信心,第二,出离心,第三,菩提心,第四,般若心。 不论你修行哪个法门,这四个心都至关重要。 修行净土法门要具备三资粮。 首先是信,其次是愿,最后是行。 我们就先谈谈信心。 不论修学哪个法门,最重要,最难迈出的第一步,就是信心。 你的信心升起来了吗? 这需要了解三个问题。 第一,你对自己有没有信心。 第二,你对三宝有没有信心。 第三,你对整个佛法有没有信心。 如果把这三个问题解决了,我想你只要念一句阿弥陀佛,就能当别人念十年。 首先,你有没有自信心? 常有居士来找我,我就跟他们讲,好好念佛,将来一定要往生,然后回来给我打个电话。 结果他回答我,不行,我业障深重。 我问,你怎么知道? 他说,我一天到晚这也不顺,那也不顺。 我又问,你的业障重到什么程度? 有没有用秤去撑过多少克,多少吨? 这种心态很普遍。 我有时候出点问题,心里也会琢磨,我这辈子到底行不行呢? 当这些心态产生时,首先表明的就是你对自己没有信心。 为什么你老是觉得自己业障深重呢? 就是因为你老是惦记过去。 惦记过去的人,是属于贼心不死的人。 老是想着未来的人,是空想家。 佛法让你不要记希望于将来,也不要老惦记着过去,而要你看着当下,看着眼前。 学佛的人应该想,我现在怎么办? 因为过去的已经成为过去,过去有的业障,也都是过去时候的身口一三叶造成的。 你老是想自己业障深重,能把它想掉吗? 想不掉的,你只能从现在开始,清静自己的身口一三叶,才能让过去的东西不起作用。 换个角度,如果从未来讲,如果你想自己的未来真的有个好的去处,生命有个好的归宿,那么你也必须从现在开始种下好的因。 曾经有人跟我说,我要去干大事儿,将来要护持佛教。 我说,你不要说将来对佛教做什么,你现在能够为佛教做什么。 还有人说,等我将来发了财,有了办法,一定要供养你。 我告诉他,你供养我不行,要供养寺院。 他说,那行,我一定要供养寺院。 但是这么多年了,这些人老是没有实际行动。 后来我就琢磨,可能他们是觉得,现在可能做不了了,还是等到将来吧。 将来每天时机成熟了,可能做个更大的事儿。 这和大家平时发愿是一样的,今天看见这个寺院不好,就发个愿。 将来有钱了要护持这里,明天看见哪尊佛像不庄严,又发个愿。 下次有钱了一定把这个佛像修上好。 结果是空愿发了一罗筐,实际的愿一个也没有。 愿不能乱发,一定要根据自身的现状,认真想好。 不要总是说,师父,等我赚了钱再来供养你。 我对你唯一的希望,就是现在回去清清白白地做个好人,能够好好的干点正事。 如果有人听我讲了以后,临走前能说,师父,你讲得很好。 我回去要明明白白做个好人,我是最高兴的。 所以,我们不要既希望于未来,也不要老是惦记过去,佛法讲重在当下。 而讲到当下,首先就是对你自己要有信心。 你自己对往生都没有信心,自己的双腿都在打仗,我业障身重恐怕去不了了,不知道阿弥陀佛要不要我呀。 你总是拿你的心去和阿弥陀佛的心比,这种心态是凡夫的心态,不是阿弥陀佛的心态。 如果阿弥陀佛和你一样,还会有极乐世界吗? 到底有没有信心,我们此时此刻就可以检讨。 我常常检讨自己,你别看我有些时候提着念珠念一念。 其实心里面一不留神就会钻出个念头来,万一念的这个阿弥陀佛不管用怎么办。 因为我们是凡夫,肯定会有这些念头出现,但只要检讨自己,就能进步。 所以,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,让自己对此深信不疑,我此生一定能够成就。 此生我不用做火箭,自己去。 常常有些人想皈依,学佛。 你问他,你来干嘛呀? 他向周围望一望。 等没人了才悄悄说,我想学佛。 难道你就这么点儿出息? 连大声说我想学佛的勇气都没有。 你的自信心到哪儿去了? 如果有一天,你敢拍着胸口在大雄宝殿中间嚷, 我今生今世一定能往生。 恐怕你的信心就差不多了。 我最佩服六祖大师,他没多上文化。 用现在的话讲,至少九年制义务教育是没有学习过的。 可他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代祖师呢? 就凭他第一天到寺院去的举动, 他一到寺院门口就碰到了五祖。 五祖问他,你来干嘛的? 他回答,我来做佛的。 这句话你敢说吗? 我们今天学佛,修行净土法门, 你内心的底气足不足? 信心生起来没有。 这一观过得了, 你念佛的质量就上进了一步。 因此,不管是念佛还是做其他的, 你都会一步一个脚印, 不指望将来怎么样, 而结果是自然的。